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一谈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的意义 农历9月19日 这是我们传统纪念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 这一天也是非常的殊胜 一年当中观念菩萨2月19日 6月19日 9月19日 就是圣诞成道出家这三个纪念日 可以说观念菩萨在一年当中有三个纪念日 其他佛菩萨就没有观念菩萨这么多个纪念日 一般都是一个纪念日 两个纪念日 观念菩萨在我们中国民间乃至于世界各地 佛教徒对于观念菩萨非常熟悉 所以在我国民间也有一句话 就是佳佳观世音互互弥陀佛 就是阿弥陀佛观念菩萨大家最熟悉的 观念菩萨他是一个法门的代表 这个名号是一个法门的代表 是他修行达到言通 言通就是明信见信 见信成佛了 在任言经二十五言通 观念菩萨代表耳根言通 他是修耳根言通而成就的 成就佛道的 有关观念菩萨的故事 那么在民间的传说 经典的记载 那就很多了 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 大概四五十年前 香港好像是邵氏公司 他们有拍一部电影 《观世音》 这个半年观世音的 是已经过世的李律法女士 我记得我去看过这个片子 在这个故事里面 是一个妙善公主 是一个公主 后来发现出家了 出家之后 他的父王病危 需要用修行人的眼睛做耀眼 他就把自己眼睛挖出来 给他父王做耀眼 演了这个故事 那么妙善公主 是不是真有其人 这个我们也有待去考证 就是有这么一个传说 但是 这个并不是很主要 因为 观世音菩萨呢 他不是只有妙善公主一个人 而是呢 你只要 依照啊 观音菩萨修行的这个法门 去修学 成就了 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依照地藏经典的法门 你里面 地藏菩萨修学的法门 去修学成就了 那你就是地藏菩萨 所以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 这个名号啊 它是一个法门的代表 像我们现在念书啊 你在大学里面念哪个科系 比如说你念文学系的 这个文学系是一个名称 你念念到呢 拿到博士学位啊 那么你是文学的博士 文学博士呢 不是只有一个人 只要达到这个水平啊 那么他就是博士了 所以佛法 经典里面讲的 这些佛菩萨的名号啊 是代表 他修学的法门 他修这个法门 用这个方法修啊 修成功了 成佛了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观音菩萨呢 不是只有一个人 那当然啊 也可以 是指某一个人 某一个人啊 他修这个法门成就了 他就是观音菩萨嘛 那这个道理啊 我们首先了解 那观音菩萨出家 这个出家呢 这个出家呢 在佛门啊 也有很多方面的意义 一般呢 看到出家人啊 离开世俗的家庭 然后到试验啊 去剃度出家了 这个是出世俗家 出家啊 最重要的啊 就是经典上讲的 出烦恼家 出生死家 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 这是一个家 家是好像家所一样 被细服在这个 三界六道啊 生生死死的生死轮回 不得处理 那生死是果 因是烦恼 见失烦恼 贪嗔吃慢于二贱 这见失货 见货八十八品 失货八十一品 这是烦恼 见失烦恼 还有沉沙烦恼 还有无名烦恼 所以断这个 见失货 沉沙货 那么出离 三界六道 生死轮回这个家 如果依照观念菩萨 修到尔根沿通章 修到沿通 见失货断了 沉沙货也断了 无名货也断一品了 那就平行见行 所以断见失货 沉沙货 出六道法界这个家 见失沉沙无名 破了 出十法界的家 入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 那么在无名有四十一品 在每一品都破尽了 成佛了 就 出这个 十八庄连土的这个家了 回归到长极光净土 所以这个出家呢 他有很多方面 主要是出这个家 观念菩萨他事先出家 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也就是说 我们 世俗的家 我们现在也不可能 大家都去试验剃度 然后都献这个出家乡 在我们 现前这个社会 佛教啊 出家众啊 跟在家众 对比起来啊 出家众还是神少数 在家学佛的占大多数 所以这个出家呢 有出世俗家 出家之后 真正修行有成就了 但烦恼 破无名 那这个是 出烦恼家 出生死家 那这是出家真正的目的 所以 现出家像 又能够断烦恼破无名 身心都出了 这个身也出家 心也出家 再来另外一种就是 心出生不出 在家即逝 但是他心也真很烦恼 也出生死家了 出无名的家了 这一类啊叫 心出生不出 身体没有出家 但心他真出家了 那这个也是真实的出家 他不是在这个形象形式上出家 那真正出家的意义啦 还是在心出家 如果你这个 像第四种啊 生出心不出 你 这个生出家了 但是心也还是 迷恋这些成老 烦恼还是不断 那生死就不能了 那这样 生虽然是像一个出家像 心啊 没有出家 那这个也不能了生死出生结 这个也不是出家真正的意义 出家真正的意义啊 就是要 出烦恼家 出生死家 这个才是出家呢 他真正的目的 真实的意义 这些道理我们要懂 所以这个出家 第一个生出 身心记不出 就是一般世俗人 他也没有出家 他心也没有出家 那一般 一般人 第二种就是 身心既出家 身跟心都出家 那这个是 身心两方面都出家 第三种啊 心出生不出 有很多在家基士 他修行很有成就 像经典上啊 唯摩基士 他是在家佛啊 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佛 那历朝历代呢 在家基士成就了很多 像我们过去台中联社 血路老人啊 他的 修行啊 比出家人高 心出生不出 但现在很多出家人啊 他身心 身出心不出 他这个心啊没有出家 所以观念菩萨出家纪念日 也是给我们一个 世众弟子啊 一个启示 我们要 了解真正出家的意义 这个出家的意义啊 最重要的是心出家 这个身啊 他是看你一眼 最重要 心出家 才是出家真正的意义 跟目的 好 那就简单跟大家 介绍观念菩萨呢 他这个出家纪念日 他的一个秘义 祝大家 福慧增长 法许充满 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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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